OK好 接下來我想請大謙哥 幫我們講一下 這個印度大選的選舉 現在根據主要出口民調 莫迪應該會取得多數席位 並且繼續執政 當然外界比較擔憂的是 接下來他還會持續跟中國硬幹 這分兩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 莫迪的勝選幾乎是毫無疑問的 因為莫迪基本上 他現在不是印度的總統 他現在是印度的神 他藉由全面的把印度教 變成國教這種動作 在凝聚印度的廣大支持印度教的人口 所以現在莫迪已經被神化了 他就是一個神了 所以在短時間之內 要撼動莫迪的政權的可能性都不高 那你說他會不會繼續跟中國大陸作對 那麼我覺得當然 他會在美中之間 去得到他的最大利益 那麼特別是在這個時候 美國給了他這麼多露臉的機會 你說他比較傾向於美國 這也並不令人意外 但是關鍵還是 這個印度就在中國大陸旁邊 就有些國家 平常講話講得大聲一點 沒什麼關係 因為反正他離中國大陸很遠 什麼加拿大 英國 可是在中國大陸隔壁 那就另外一回事 他就跟中國大陸緊鄰在一起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他還會跟中國大陸做出太激烈的這種對抗的行為嗎 其實我也有一個問號 就是說對他來講 他的最大利益就是滿足美國老大哥的要求 然後從美國這邊得到最大的利益 可是你說他要為美國來跟中國大陸真的大幹一場 我也不覺得莫迪有這個膽氣 他大概也沒有這個實力 好 另外6月1號 特拉維夫出現數千人的集會 當然是希望拜登能夠施壓以色列 趕快釋放人質 我請教一下立將軍 我先講從上面開始講起 法國航母這次的演習 其實在軍事上面沒有特別的太大的意義 因為在鴻海那邊大概美國跟英國來講 來應付福塞組織為主 那法國馬克宏這次來講 他組織這次演習 他主要目的在利用德國比較退下去的時候 他彰顯他在歐洲的影響力 所以他在海上來講的話 他用他的航母來這邊聯合地中海地區的國家 來實施這場軍演 我覺得政治上宣誓的意味比較濃 就是代表法國來講 他將來是在法國 在歐洲來講他有一個主導的地位 所以他組織這個演習 那有一點跟美國別瞄頭 因為美國下個月要實施環太平洋軍演 所以法國就在這邊 地中海這邊來講的話 他用戴高樂航母結合幾個國家 地中海周邊的國家 來實施這種航母的一個 這個海上的一個演練 那中東這個就比較有意思 到底胡賽 這一艘這個美國航母來講有沒有被打到 其實大家都抱著笑話在看 因為這胡賽講了第二次了 第一次講的時候我們不在意 認為說胡賽才吹牛 或者是說假的 結果沒想到第二天 他又講說我打到了 那美國來講也很有意思 那我們各位可以看一下 大家來猜猜看 到底美國這艘艾爾艾森豪號有沒有被打到 這個美國來講的話 第一個 他的周邊來講 其實航母護衛的戰力是很強的 他周邊還有很多的導彈護衛艦 在旁邊幫他發射這種對空的導彈 但是我大概算了一下 如果他旁邊有四五艘的護衛艦來講 他對空導彈可能最多也就300枚 那300枚的話 那胡賽有沒有可能說是 用1000架的無人機去攻擊他 這種可能性很高 我這300枚導彈每一枚的話 最便宜的也要200萬美金 但是我無人機的話可能是 2000塊的美金就可以有一架無人機 那你說有沒有可能他類似那種 阿薩克洪水 這個以色列打的那種方式 我用密集的這種飽和式的攻擊 來攻擊你這艘航母母艦 有可能 那你被打到定義是什麼 是說只是砸到一下 這個一個小爆炸還是砸穿 那砸穿當然是不可能 那有沒有可能有一架無人機 就突破這種防線來講掉下去 我覺得可能性很大 第二個我們提出質疑的 就是美軍來講的話 這是艾森豪威爾號 他的這種艦長 他特別攻擊 我沒被打到對不對 他發了一張照片 他發了一張照片來講的話 不發還好 發了之後大家覺得很奇怪 你知道他發什麼地方照片 你說你沒有被打到 你就拍甲板上面 我們看這甲板很平靜 結果他現場發了一張照片 是廚房沒被打到 廚房還保持正常運作 餐廳還可以正常吃飯幹什麼 那我們大家懷疑說 有沒有一下無人機 掉到你的甲板上面 在那邊產生一個爆炸 那重點是什麼 就是胡塞敢打 第一次大概全世界第一次 有一個國家敢用這種 對美國的航空母艦發動攻擊 接著我想說卡達跟 以色列這邊的問題 其實也是很嚴重的 現在來講的話 當然美國拜登他為了要選舉 他這個以色列跟美國來講 兩個同時面臨國際輿論 已經達到臨界點了 因為國際上面 不管是美國自己的抗議 或者是國際輿論 我們都知道 包括這個全球的法院 以及這個檢察官 已經對這個納坦雅夫 發布通緝令 也要求他們停戰 聯合國裡面也有147個國家 同意巴勒斯坦建國 所以國際輿論 幾乎都已經是一面倒的 對以色列施加壓力 那拜登基於這種壓力之下 他又自己提出來說 我們來分三階段 來這個停戰 第一個階段 大家先停戰六個禮拜 然後雙方交換人質 最後永久撤出 結果我們都認為說 是這給你一個 以色列一個台階下 因為你到現在為止來講的話 你北中南都還在打 北部打加巴利亞 中部來講廢城走廊 南部那邊拉法那邊 所以可見你對於 哈馬斯這幾個營來講 你還沒有辦法徹底殲滅 那你等於說自己的兵 也現在這個地方已經七個月了 好 那現在問題來了 問題是納坦雅胡心裡怎麼想 納坦雅胡也願意接受 可是他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說他極右派 包括他的內政部長 包括甘石這種暫時內閣來講 他們極右派不同意你停火 你說停火我就推出政黨 那六月八號以前 他們給的最後極限 是六月八號 你要提出治理方案 治理方案就是軍管 你怎麼樣管制叫他走廊 那納坦雅胡 基於自己個人的政治前途來講 如果說是這些這個極右派 退出他的聯合政黨來講的話 聯合的內閣來講的話 他就垮台了嘛 那他就再也沒有東山再起的機會 所以他為了配合這些 這極右派的主張 就堅持要打到底 我覺得他真是狠狠 打了拜登一個巴掌 大家好 我是主播張若瑜 你知道肌膚年齡可以自己決定嗎 25歲之後 招原蛋白流失速度將大於生成速度 想要北跑跑的QQ臉 吃的保養最重要 皮膚好 人不老 真正的美麗來自於內在 十幾年德國專利招原蛋白生態 快點購 全台獨家販售 德國專利原料進口 成分天然 零添加 平均分子量 兩千瓣爾噸 小分子 好吸收 重金屬 細藥檢驗 SGS檢測 全過關 品質安全 有保障 一天一包Virisol 女神專用膠原蛋白 無論你是想維持肌膚Q彈 甚至產後補充 都十分推薦 在這裡想告訴大家 這不是藥 保養習慣 就要從現在開始 90天青春有感計劃 擁有彈性美肌 超級Easy 輸入推薦代碼 還可以賞有更多的 額外優惠折扣囉 MING PAO CANADA